对不对 你看手机就可以看到你们 超商的咖啡杯连接手机 就成为可以录音录影的收证利器 为了避免汇选影响选举公平性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适应方面 宣布成立反汇选小组 除了呼吁市民拒绝汇选勇于检举 还与民间真心业者合作 透过专业的收证工具加强查汇力道 因为现在要抓汇选不容易 没有人会光明正大的 一定是偷偷摸摸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取得证据 这种东西都有录音录影的功能 那如果说民众要居民检举 那只要说说以手机拍照 然后录音录影 或者是说就是以各种真信器材 来秘密录音录影 然后实名检举的方式 然后都不用担心 就是自己的情资会外携 曾有多次抓汇选经验的 前市议员施市民获邀担任反会选小组召集人 戏称自己是老柯兰的施市民也警告 有意买票的候选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据我所知现在的检警调已经布下天楼帝王 以及通报机制 我想有心从事汇选的这些候选人 大家真的要看清人和明 真的不要设法不要犯法 赛世音竞选总部方面则邀请律师在记者会现场 具体说明可能涉及汇选的样态 呼吁民众都说呢 这种你没有付任何钱就去吃人家一顿饭 那吃了这顿饭之后呢 是不是说因为你吃了这顿饭 你就觉得说OK我拿人家好处 我一定要回他 这个就会有嫌疑 这个就已经相当于就会启动检警的这个真办 赛世音竞选总部方面表示 反会选小组与合作的真心业者 已经在全市七个行政区布建相关人员 进行勤资收集与查会工作 呼吁市民一起来拒绝会选澳部 才能选出真正为民服务的好人才 去澳部 反会选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去澳部 反会选